埃隆·马斯克是特朗普的主要捐助者 这种关系可能为SpaceX的合同带来潜在优势 特朗普的当选似乎为马斯克在政府合同中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尽管与卡玛拉·哈里斯相比 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 最近DXYZ在市场上表现优异 其股价成功突破3350 最高达4270 这一表现凸显了新股票的波动性 以及市场对其未来潜力的预期 视频中提到的技术分析工具 如移动平均线 支撑线和阻力线 在理解短期股票走势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这些工具为投资者提供了数据支持 帮助他们做出更为明智的投资决策 尽管ETF的设计初衷在于分散投资风险 然而该ETF的结构却显现出显著的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的结构可能使投资者 在市场波动时期面临更大的风险 埃隆·马斯克在政治和商业领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他不仅是主要捐赠者 亦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 这种关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投资者对相关公司的信心和投资决策 在航天领域 市场上的竞争者相对较少 SpaceX几乎没有强有力的对手 虽然有一些亿万富翁也参与其中 然而与SpaceX的竞争仍显得微不足道 这可能会对投资者的看法产生影响 在市场火热的情况下 投资者往往可能忽视一些负面信号 技术指标如相对强弱指数 RSI显示高达93 表明市场可能会继续上涨 特别是在强劲市场情绪的驱动下 在分析股票时 重要的价格线如31和33.50的突破 通常会引发价格的快速上涨 因此 投资者需密切关注这些关键水平 以把握潜在的交易机会 对于新上市的股票而言 若缺乏足够的移动平均线 可能会导致投资决策的困难 因此 投资者必须谨慎行事 理解价格水平的支持和阻力 特别是在接近关键支撑线时 相对强弱指数 RSI是判断市场是否超买或超卖的重要工具 当RSI过高时 通常预示着市场即将回调 届时 投资者应考虑事实调整持仓策略 在进行市场分析时 采用多种时间框架 例如15分钟和小时图表 能够更好地捕捉市场动态 短期图表的变化 可能提供更快速的交易信号 帮助投资者抓住机遇 关键的支撑和阻力 为对市场走势的影响显著 投资者应关注这些水平 以评估价格突破和回调的可能性 从而制定相应的交易策略 市场情绪受选举结果的影响 尤其是特朗普媒体的表现 引发了投资者的高度关注 分析认为 特朗普的政治动态 可能对其社交平台的用户增长 产生重要影响 故此需密切观察相关数据 技术分析指出 股市在过去两年内表现出强烈的阻力线 特别是在52美元的关键水平 突破这一阻力可能为未来市场的上涨提供动力 故投资者应关注相关价格走势 不同的股票展现出不同的市场趋势 例如高潮公司在突破阻力后表现良好 这种趋势与特朗普媒体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提示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需进行谨慎分析